大家好 見到我這麼脆的小綠子 就知道快到了聖誕節 聖誕節最流行是交換禮物 但交換禮物很容易被人笑 因為送的東西實在太實用了 例如相簿、相架、杯這些實用的禮物 就不要再送了 今天我Samantha 會為大家介紹一些 300元以下的實用禮物 我們先看看 第一款是銀包 這款是防水銀包 以及卡住 其實銀包真的超好 對男生來說簡直是一流 因為它夠薄 平日男生不喜歡大大塊放在屁股 這個薄薄的就適合他們 放幾張信用卡 身份證 一些嘟嘟卡 或者一些銀行卡 再加上幾百元的貨幣 放在屁股 方便 這個卡住就更加好 女生也能用得 男生也能用得 因為女生的銀包很大塊 但我平日出門 我真的喜歡戴卡住 因為放幾張卡 放幾個銀包 之後再放 我通常放一兩百元便出門 所以 這也是一個超實用的選擇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眼前的附件 這張卡住 麵包 這張卡住 是麵包的出品 這個卡住在圓關位置 就非常好 你入屋前 把散紙 鑊匙 銀包 拿出來 摘在裡面 但czyt 不會都不見 它有小尺寸 還有大尺寸 比起細尺寸 我覺得是更加實用的 好 第三樣東西就是這個 類似一個筆筒的物件 但它不是一個筆筒 它是一個眼鏡盒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眼鏡盒 它裡面是有擁抱的設計 有擁抱的設計 有時候我們黑超眼鏡是不想整化的 因為一副眼鏡或超的價值都不非 所以放進去之後 如何搖擁都不會花 因為有擁抱的設計 但戴前提真的不要放硬物進去 我真的幫不了你 第四樣東西就是這個 防潑水PASSPORT套 雖然我們現在不可以去旅行 不過PASSPORT套是一定要的 因為我們要好好保護我們的PASSPORT 以防我們突然去旅行的時候 找不到PASSPORT 這是一個大大小的PASSPORT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大大小 多於小小的 到最後一款 就是防水袋 大家經常覺得防水袋 只是可以去游泳用的 但其實不是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去Staycation 或者去露營 如果去Staycation 就可以裝一些沐浴用品 或者一些不濕的東西 如果去露營的話 我們就更好用了 為什麼呢 露營不知道天氣好還是壞 突然之間Touchwood下雨 大家都不想 對不對 這個東西很棒 這個就是剛剛這個防水袋的小板 也可以放一些 可能 沐浴用品 或者一些不濕水的東西 其實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需要多裝東西 就買一個大的 如果你喜歡裝少一點 輕便一點 就買一個小的 好了 介紹了這麼多 都要跟大家說一聲 就是 雖然現在聖誕節冰冰冰地開派對 非常開心 但我們都要和朋友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 避免中招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介紹300元以下的小禮物 都可以上來我們店鋪PTS SteelShop選擇 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Dafично 下面 還是 蜘蛛 像 呢 Carm 都 teeny WAY kam 往